道与克林其实是农珠里最幸福和谐的一对夫妻 不像琪琪和悟空 一个唠叨一个傻白甜 也不像贝琪塔和布玛 两人之间的相处仍然显得不那么融洽 毕竟赛亚人的战斗基因实在过于强大 因此总是将家庭放到了刺喜 贝琪塔其实比悟空表象好了很多 但仍然改变不了赛亚人的痛病 而18号和克林完全没有这些问题 这次我们就来聊聊这对幸福的夫妻吧 在克林喜欢上18号之前 其实他曾经和一个叫马伦的女孩交往过 没错 正是他女儿的名字 这个马伦水性羊花 同时和好几个男生交往 而克林只是其中之一 他与克林的交往 只是因为自己已经定位了其他男人 想找一个小tip 他和克林之间的交往 其实也帮助克林认识到一个好女孩 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虽然最后有点不舍 但克林最后还是喊着泪与马伦分了手 还好他与马伦分了手 要不然对克林简直就是一个残忍的故事 克林和马伦分手之后 克林便遇到了17和18号 17号和18号 就在大腾兰克斯穿越时空之后 在悟空等人的防备之下出世 虽然这两姐弟刚出场 并没有表现得像腾兰克斯说的那样 都是十恶不赦的大魔头 但在一开始 悟空和克林的人还是不知道的 克林刚见到18号之时 对这个美女也是非常害怕的 当时18号就是一副不良少女的打扮 见到克林之后 调气色轻到克林一颗 就是这一轻 让克林的内心种下了18号的影子 这个画面也成了龙珠里超级经典的影子 之后杀鲁突然出世 17号与18号被设定成了杀鲁的电池 变成了弱势的一方 不再是悟空等人的敌人 但是当时悟空他们其实并不确定这一点 因此克林拿着独马指导的装备 打算用来摧毁18号 不给杀鲁任何吸收的机会 但当克林见到18号之时 不可避免地赏出了18号轻叉的样子 尤其是18号正在躲避着杀鲁 看起来楚楚可怜 无依无靠的样子 所以怎样也不忍心下手 他破坏了控制器 打算保护18号 这让18号非常感动 在杀鲁被消灭之后 克林用神龙拆下了 17和18号身体里的自暴装置 因为他觉得虽然自己喜欢18号 但17号和18号更像是一对 这样在一旁偷听的18号更加的感动 动漫没有放出克林和18号谈恋爱的具体过程 之后再见到他们两人 他们已经成为了夫妻 两人之间还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马伦 就是不知道18号是否知道马伦的故事了 在笼图抄里面 18号和克林成为了剧中人人艳羡的夫妻 虽然两人过得并不愚 但生活一直就非常美满 18号曾经为了给克林送离活 还想向神龙许愿 为了支持克林修炼 特地买了许多健身装备 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事 18号都在身边摸摸支持着克林 这样一对夫妻 真的是让人十分羡慕 克林也因为18号和马伦 成为了剧中最成功的男人 那么大家觉得这对夫妻怎样呢 欢迎留言哦